在新加坡的新传媒会比较有这个发展 尤其他们现在有跟台外的公司合作 就Bohemia 他们也是一个国际平台 你可以接一些美国的戏或者全世界的 对我来说我很期望这个下一步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转变 就是从中国市场台湾市场 找回新加坡市场 然后看能不能往海外来发展 我等了很久了 如果可以用英文来演戏 可能对我来说会有更多的发展性 我觉得害怕不会害怕 只是有一个很难形容的感觉 就是又有点陌生 可是又有点熟悉 可能我在这边也算是 虽然不是开始演戏 可是我以前做模特也在新加坡开始 所以工作环境我都非常了解 可是可能20多年来也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在这个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目前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蛮好玩 我们走这行一直以来都是很不确定的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 如果我已经25年还不习惯那就糟糕了 大家可能看到我演的偶像局都是非常认真 非常霸道的总监这些 可是其实我自己本人觉得我蛮搞笑的 所以我很喜欢拍戏剧片 那我每次都说如果要协调一个戏剧片 再协调一些怎么把它合成一部戏 在一些帅气的方面跟搞笑的方面 所以可能我希望可以演一个搞笑的零零曲 从几年前 那个美国跟Hollywood的市场 是真的是有开放给多远的亚洲人来表现 我当然希望也会轮到我 可以上这个更大的平台 在国际的平台来演戏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演员的一个梦想 所以我希望会轮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